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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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现在我知道 吃过如常命不饱 姓名 姓名 当你发呆 无聊 发慌的时候 你会找什么东西 吃零食 对 因为那是一个 疗愈心颖的食品 其实 憲哥 我刚刚有一点欺骗了你 真的吗 就算我不发呆不无聊 我也不会吃零食 不过根据调查 有七成的儿童都喜欢吃零食 而且在国内来讲 网购的前三名 大人喜欢买 小孩子当然喜欢吃 第一名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洋芋片 第二名是含糖的饮料 第三名是冰淇淋 大人买了以后 95%的儿童都有吃 那你不能想象的 有时候看电影 会不会买一桶的爆米花 会 含糖的对不对 对 那个200公克的爆米花 它有1000卡以上的热量 真的 等于是吃下了 119克的油 那么多的一个热量 等于一个小孩子 一天需要的二分之一 人70岁80岁90岁都喜欢吃 对 我们到时候有一句话 老人嘴吃吃 没糖 也就变 所以连年纪大都很喜欢吃 对 所以小孩子爱吃更是无可厚非 而且尤其有的时候 如果小朋友很乖 然后说 爸爸爸爸我想要吃一颗糖 大家可以吗 那种很无辜的眼神 你说你有办法对他说不吗 对不对 对 太不忍心了 我可以说不啊 我说对 我老婆会吓了我 你也跟来宾一样 看到零食就无法克制吗 你也尝尝一口接一口 越吃越刷处吗 今天专家们身负重任 要让大家从今以后 可以放心的大吃特吃 这也不用担心零食危机了 在美国有一个调查 如果家庭里面对零食 采取一个高度限制的 就小孩子通通不给他吃 那个小孩子看到零食 反而喜欢吃 他反而容易 特别有日报 对 反而是容易体重 它是过重的 这就是人你知道吗 对 因为人就是得不到的时候 越想要 所以要问一下 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来宾 是属于会限制零食量 还是不会 浩然你会管小朋友吗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零食就是垃圾食物嘛 可是它坦白讲也真的好吃 所以妈妈爱吃吗 我很爱买零食 而且我们家是去便利商店 我女儿如果没有要买 我还会问她说 你觉得那个巧克力 你又犯罪的妈妈 而且我没有办法控制那种可爱的糖果 我很爱买那种像日本搭韩国搭 然后我很爱买 而且包括我爱看韩剧 我还会去查说 这部韩剧那个男主角吃的那一个糖是什么 所以你是哈韩一族 哈韩哈日 哈韩会上网去买 但可是比方说 你已经知道巧克力或糖果过量就是不好 洋味片过量也不好 所以你会不会限制小朋友 就是说一个礼拜只能吃一天或者是吃一包 还是就是没有限制的随便她自由取用 就是说你可以吃零食 但你绝对不能因为吃零食影响到正常吃饭 对对对 还是有节制 那我女儿还不错就是她零食吃再多 那吃饭的时候我装给她一碗 她还是会把它吃完 我觉得那就OK 而且我很喜欢买很多零食 然后放在我们家柜子里 我买零食突然就是孩子爱吃我爱吃 就要漂亮 可爱 哇 你们家过得好快乐 而且我跟亚兰 我听你全都会死来啊 我跟你讲 我跟亚兰常常都会跑到五分堡旁边 有一家专门卖日本的糖果 然后她会给你一个菜篮 进口店 就拿着那个菜篮一直装 哇 对 然后每次我们两个一买 大概都会买到一两千的零食 好夸张 真的都有吃完吗 两千块 有吃完 两千块的零食 对 一两千块的零食啊 所以Chris 你们家是喜欢吃零食的吗 其实我爱吃 我就是让我自己有很大的罪恶感 爱吃哪一种零食呢 比方说洋芋片还是穿鱼 我以前爱吃洋芋片 我以前喜欢是看电视 吃洋芋片 对 一罐的喝 就是那种比较有特别的那个 就是或是一包那种起司的那个 波浪的 对 然后我就 然后那个喝那个汽水 这样我会很开心 然后汽水就变邪腻的 对 然后我就变得 后来我就一直看新闻 一直看一些东西 然后觉得我自己有胖了 我就说好 我就不要吃 所以你是有限制自己吃零食 跟这些饮料的量 还有啤酒 你刚一开始就有说 如果给Puppy 就是给你女儿吃零食的话 老婆会杀了你 是有到这程度管制成这样 她会生气 我会看到 所以一颗糖都不行吗 我女儿的Puppy会跟我说 Daddy你给我 妈咪看到 我会有多年来咯 所以连她也知道妈咪不给她吃糖 那这嘉谦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她好像到两岁半没有吃过任何的零食 所以嘉谦管制得这么严格 到两三岁都没给她吃过一颗糖 现在她终于可以吃糖 你知道吗 上次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讲说 妹妹不好意思 我明天跟老婆都很忙 可以请你帮我接一下女儿吗 我就说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但因为那天我也要工作嘛 然后我就请人服先接了 接了之后呢 我回家一开门就看到Puppy拿着棒棒糖 干吗 所以这种是不是就是一种被限制 时候的问题 我不知道谁给她的 欸 你们好意思问我谁给她的 欸 谁搬人家家来煮 然后什么 没带带这么大一包糖来家里 就是因为人家一直给她糖果 所以我们就放在这种呆子里面 然后她其实很少吃到 她最少一天 可能一天有一个棒棒糖 就是 对啊 好 你一天只有限制她一支棒棒糖 对 也不一定一天 不是每天会有啊 我现在非常开心 我已经成年了 所以我们买零食 不用经过妈妈的同意 而且我自己一个人属住 所以我喜欢吃的零食 除了这些糖果 随身携带很方便 可是现在像吃饭啊 吃完咸的 我还特地会跟朋友说 我们要吃第二顿 就是甜的 要去甜点店吃 对 就是有马卡龙啊 或者说波士顿派 皮拉米酥 还有起司蛋糕 超甜的 马卡龙超甜的 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肚子 我觉得女生都有两个胃 毕竟也是个圈内的女艺人 然后也是就是大家心中的甜美女神 所以如果饮料 或是这种点心零食 会不会也是有约束自己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大 所以就是甜点的时候 尽量吃胖了再来剪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讲无人能敌 对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对这个零食 尤其是甜食来讲 几乎都毫无抵抗的一个力量 没错 所以外面的零食实在太多了 每个月每天几乎都有新的产品 对啊 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 但是这好吃的背后 杰林告诉我们 它可能隐藏哪些恶行 第一个就是高油脂 那像是冰淇淋 它的卤脂肪 是冰淇淋滑顺口感的 主要来源之一 那要告诉大家 一般的冰淇淋卤脂肪含量 占了总热量的50%以上 那高品质的卤脂含量更高 再来第二个就是本身 我也非常喜欢吃的巧克力 那小朋友认为好吃的巧克力 是香香甜甜的糖果 但是却不知道入口即化的口感 却隐藏了高量的油脂 以市售的榛果巧克力球为例 每100公克的热量 超过了580大卡 脂肪含量41公克以上 Chris也是喜欢巧克力的吗 不爱巧克力 有用晚上吃 对 一小片黑巧克力 对 配红酒 可是我觉得外国人都很喜欢 在很冷的天气吃冰淇淋 冰淇淋可以吃 是不是 对 越冷越要吃冰淇淋 这是一种什么feel 就是外面狼 里面狼都perfect 还有冰淇淋 我女儿发现一个 我有个朋友 然后她 她是开一个冰淇淋店 对 然后她原本是一个意大利店 然后她开一个冰淇淋店 然后她自己做那个冰淇淋 她跟我说Chris你过来 你看我做冰淇淋 她是做Gelato 意大利的冰淇淋 她的冰淇淋很健康 她不用那个糖 奶油 那个糖 那个有味道的 她用芭蕾的口味的话 她就是把芭蕾放进去 然后加真正的水果 对 天然的食材 对对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冰淇淋我们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对 不一样的 其实里面呢 你看它做 有一大堆 你看它把那个糖放进去 就噓 可是最少它的那个味道是从Gelato的东西出来的 可是冰淇淋是平常的时候吃 可是如果是那个月事来的时候就要吃巧克力 就是觉得吃甜食的话 像我那个金沙巧克力 常常就会有就是男生送 大盒的 对对对 大盒24的 对 后来小 中的那个16颗的 我都可以一次 一次 很甜 很甜 一次吃完 好充分 很不公平 为什么 这么不公平 因为就是生那一两颗盒子还是那么大 所以还在吃了什么分 我跟你讲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吃不胖的 其实你这么胖吗 跟你再过10年 我是很爱吃冰淇淋 而且我跟我女儿很爱吃那个Hagen Ducks 你知道你去他们那边的下午茶 它中间会放一个巧克力锅 然后旁边有水果 就是虚然巧克力 然后旁边就有它的所有口味 一球一球一球的冰淇淋 你知道多好吃吗 很满足耶 听起来好正面 对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牌子 就是它会 那个冰淇淋 它会跟那个Oreal 融在一起 然后上面再撒上干贝熊的软糖 天哪 然后下面再用一个脆皮的碗 对对对 然后还可以自己就是选择加很多料 我先请问一下袁医师 像这种高油脂的一个零食 吃多了 听说对心脏的一个风险 心脏病的风险会增高 我在门诊的时候 常跟我们的老病人说 最好还是不要吃太多甜点零食 真的 因为在我们门诊 很多病人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像我们都常跟他说 你要吃的话 就是动物性脂肪有饱和脂肪酸 最好不要吃太多 不要吃太油 像额肉的油或猪油 那些都不合适 然后早期的话大多认为说 既然动物油化很多饱和性脂肪 所以我们大家就吃植物油 可是最近这十几年来 医学研究也注意到说 有一些业者 油的业者 它在那个植物油 它会把它做加工处理 会变清化植物油 所以这种清化植物油的话 将来它做的话 你榨出来的洋艺片或零食饼干 还有很多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多化 其实对心脏血管都不好 所以病人吃了会血压很高 血糖很高 甚至有高血压 还有中风 糖尿病风险都增加 那想要请问这个陈老师 如果说我们想要吃点心 要摆脱这种反式脂肪的高油脂的话 那巧克力要怎么吃才健康 请你来教我们 我要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巧克力也可以不要太罪恶 真的 也可以让我们吃的 就是心安理得一点 是的 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太 好像把巧克力当作一种 很可怕的一种甜点 其实不尽然 那么在我们做甜点的世界里面 是这样子的 那么油和糖 它有合理存在的意义 对 它一定要存在 但是问题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健康一点 所以我们用一种想法 就是说 把所有的东西 就是让它稀释 然后把比较健康的东西膨胀 是 然后又 减少它的负面效应 是 老师现在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 在融化奶油 是的 当所有的奶油 全部融化了以后呢 是 我就可以 不要 不要 东西 东西 我们需要 就是材料好吗 对 然后我们要把 大概十几颗的棉花糖放进来 那棉花糖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种材料 它不是 我们不用一般的精糖 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头有一点点淀粉 等一下会帮助它稠化 不只是因为它甜度的 我们就用它的淀粉 所以你说 棉花糖是可以吃的 是不是 棉花糖可以 可以吃 而且它是很好的一种材料 是 真的 它在这里 你可以看它会慢慢 它因为温度高 它会融化 对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状态里面 它就算没有融化也不要紧 是 就是让它有一点半溶也不错 它有口感 对 又会有口感 是 而且我们这边 因为应该有人 从小就喜欢吃棉花糖 知道吗 不是 你控制 现在在练乎音乐 然后接着我们把大概一片的巧克力 这一片大概就是外面七十公克左右的那种一片的巧克力 放进来 你会发现哦 因为已经热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依序融化了 是 接下来我会放很多人不喜欢的麦片 但是阿玫的身体是好的哦 那麦片直接放就好 也不用煮 或者煮 他就突然觉得 哦 怎么会发一些东西变这样子的 天 用筷子煮麦片就好了啊 加一点健康的东西进去就好吗 对 而且 要这样子想 再加这个东西不只是为了健康 其实麦片在里面的口感是好的 真的 真的 所以做完会非常好吃 对 然后再放 刚才麦片是半杯哦 对 现在我们放一杯的玉米脆片 这小孩子早餐最喜欢的 因为这个很多家庭里面都有嘛 对 烤烤的感觉 然后呢 接着把 大概一把的这个碎杏仁 这个是要烤过的碎杏仁 坚果 但是这碎杏仁请不要用那个已经被调味过的哦 因为那个含大量会太高 会太咸了 是 好 所有的东西呢 最后就是这样子把它拌均匀 不要成型了 好像说他要做模式 但是等我一下嘛 不要急嘛 我们没有急 要不要 所以老师来说甜点是一门艺术 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有点时间嘛 好 这样去吧 是不是 现在我们就把它这样包起来 它现在软软的对不对 是 我把它稍微压平一点 对 那么等一下放到冰箱里面以后 它就会变整个这样一块 碎片了 放在冰箱里面 对 变成巧克力饼干 对 就变巧克力饼干了 对 就会变成真正的脆片饼干 对 对 营养的巧克力饼干 因为又有脆 对 好 那我们这边有已经老师一心做好的成品 哇 超美味软糖余皓然好难克制不住 我一买团垢 我就没有办法克制 前附近韩国有个娃娃 叫那个什么 屁桃娃 那个叫什么 它就会有它那个形状的软糖 很可爱 而且特别软 然后摇面睡的时候多 好帅